另外來看到的是全台MeToo運動持續延燒 不只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鍾佩軍之前發文控訴這個翟神朱學恆 對他性騷擾 而且今天下午還舉行了這個記者會 講到這一段他一度哽咽落淚 那翟神今天居然也PO臉書了 而且他說什麼 他說他已經到地檢署去控告他自己了 可是沒有想到翟神的這個動作 讓鍾佩軍更怒了 但是這一股這個MeToo的運動風潮 現在還燒進了校園裡頭 一起到這個學委 聽說情節也很誇張 不知道臺灣最近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不是是長久以來沒有被爆發出來 臺灣早就病了嘛 臺灣的社會實在是對很多女性 是種侮辱你知道嗎 我我現在敢這樣大聲講的話 我跟朱學恆不一樣 朱學恆他今天早上 他跑去臺北地檢署告發他自己 告發他自己 他說他是性騷犯 他希望為這個社會跟鍾佩軍本人 能夠做出補償跟道歉對不對 那可是早上才去告發自己 對不對 下午中北軍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還一度哽咽流淚表示說 你這個朱學恆 當初不是犯了這件事情 就在切結書上還保證說 盡一切能力不會接近我 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的一而再再和三 跟我同臺上通告這樣 你每天坐在那裡坐在我旁邊 我站到你講話聽到你會聲音 我的噩夢再起你知道 真的內心痛苦啊 對啊 而且他今天保證說去告發他自己的話 鍾佩軍既然認為說 這個叫做證明他毫無悔意 他說你如果拖到現在的話 已經過了那個刑事追溯期了 那你去告發自首有什麼用 好啦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其實這個案子 朱學恆他去告發自己叫做性騷案 對不對 你就趁人不及抵抗的時候 你就親吻強暴或者摸人家的 那個隱私部位 這個是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對不對 那問題是為什麼 鍾佩軍會認為說你沒有誠意 因為這叫做告訴乃論 你去告發自己 對啦當然地檢署會收案 那收案按由不詳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就不知道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按由不詳 所以他說案了 他案先偵辦先放著 因為這個什麼 當事人被害人叫做鍾佩軍 而且是告訴乃論 就要等鍾佩軍 你要不要來告出學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什麼 這個追溯期性騷案的追溯期 是六個月 六個月 案發到現在多久了 九個月十個月了吧 十幾個月了 那已經過了追溯期的話 你就去告發自己 你根本沒有毫無誠意吧 對不對 你當初如果真的 有這個回憶的話 案發沒多久 你在寫竊節書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告發自己了 真的 好那接下來怎樣 朱學恆那今天早上是去自首對不對 那自首又符合減刑條件 對不對 這個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再符合減刑條件就一顆罰金 反正朱學恆最近這幾年 抖內也抖不少 是啊 不得了啊 所以我就發錢了事啊 第一個破千萬直播主 難怪 中飛軍看了這個事情說 他就很不爽 火大 金木你就假 不過朱學恆有個風險 你先去告發自己的話 雖然性騷是告訴奶論對不對 那如果檢察官認定說 你兩度強穩他的話 這是不是強制猥褻罪 這是公訴罪 那就公訴罪了 這就是五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年以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朱學恆真的 你要告發自己 你還要牽涉 可是說實在話 朱學恆過去 因為他的網路聲量很高 而且那個藍白陣營關係非常好 他常常跟我講 私底下跟我講說 他已經變成藍軍藍陣營 非綠陣營裡面 空軍的總司令 空軍總司令 對不對 因為他常常都 你看他之前講說塔綠班 這也是他搞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可是以前啊 人家講說 為什麼以前都沒事對不對 為什麼出了這件事情之後 哎呦 大家就拼命打他 還喊過些老鼠有沒有 土內的人還講說 我以前抖給你的 你現在抖還給我 所以他講說 原來是因為以前 鎮峰打執政黨 所以沒事 現在這個反作用力打了 人家也講說 這個業力引爆 你以前常常要罵人 原來你自己沒做好 對不對 我之前在節目上有講說 這次性殺案 還伴隨了一個問題 叫什麼 借事借端 我們看這個叫做成大 這個是臺灣文學 成大 我真的真的要打小人 打小人打得這麼拼 不知道在打什麼東西 這個成大是什麼 那個什麼系所的那個副教授 你知道嗎 現在就很多人就提出來講說 他性殺的人啊 大概五到十人 過去還曾經讓那個學生有沒有 懷孕 好可惡 對啊 而且他常常說 主動寫E-mail給學生 還稱學生叫做妹 你看 你是在酒店 站太久 連學生都可以看作成妹 真的是亂來嘛 對不對 他竟然常常講說 問他說 你要不要拿書啊 對不對 到研究室來拿書 到了研究室 他跟人家講說 我書放在宿舍裡面 就騙學生去宿舍 如果這個女學生有警覺性 他找了男伴 陪他去拿書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副教授 竟然馬上變臉 你有什麼帶這個女兒來 愛言對不對 而且那個男同學 還會遭受慈餘之殃 當學期的分數非常非常低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很明顯嘛 對不對 你騷擾這些人的話 而且還不屑 他還說他不屑自動送上門的獵物 還說人家是自動送上門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現在被抖出來了 對不對 他們把這個事情 po在他們的那個戲學會的網站上 就讓人家知道說 原來這個副教授問題很大 很惡劣的副教授 那陳大現在也開始啟動了性評調查 一定要 那接下來你看 這是臺北文山區某一個實驗國小 實驗國小 小學的鄭姓老師有沒有被指控姓騷 他是姓騷畢業的女校友 因為他有很多的那個什麼錄音器材 還什麼東西的話 那而且他很陽光啊 很那個很多學生畢業之後 就主動要去找他嘛 對不對 他想說啊你比了嘛 欸年紀大了 對不對 他就有個被害女子 就在FB裡面指控說 這個老師從高一啊到大學 一直就對他有一些性騷 甚至有一些更欲舉的活動 鬼的動作你看 他就對他摸手拉大腿做 從身後突然抱著他 他竟然抱著說還跟他講說你應該要拒絕我 你真的正孝 你還要玩那種那種抗拒的遊戲嘛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老師為人私表幹這種事情 你說真的 臺灣你說不亂的那不行 對不對 你從老師都已經做出這種禽獸的行為 更何況其他職業 其他社會層面的人 那要怎麼幹 那真正是黑暗 你知道嗎 好啦那我們講說臺灣真的病了 病在哪裡 這個是政大的法律系 還法律系喔 竟然有學生當機頭 你看他po的這個 在那個學校裡面的一些都是很優秀的學府 在互動的一些交流版上面公開招募 他招募什麼 他說他這告訴你說這叫做把妹教學 把妹教學 因為很多很多人讀書對不對 把不到女朋友嘛對不對 我的尬力怎麼把妹呢 可是你仔細把他看不大對喔 對不對 他這個把妹教學的廣告裡面 他沒有教你怎麼把妹啊 也沒有教你怎麼跟女性朋友交往啊 他告訴你看同居約會派對 這看起來就很奇怪對不對 你看多人酒局遊戲 讓正妹主動帶領你盡情玩樂 而且你看接下來告訴你說今晚有約會有想約會的兄弟們注意啦 他的公司旗下經紀人報告說今天有會身高154 體重43 他還告訴你說小芝麻可愛正妹 小長的約會順便賺賺領用錢這樣 所以保證是臺灣的正妹喔 而且你還告訴你說費用三萬五對不對 而且更誇張了 他現在告訴你說 女生主動大膽又敢玩 可以搂抱愛輔舌吻摸隱私不惠 體驗情侶約會爽感的難得機會 你覺得這種叫做把妹的網站嗎 這根本就是色情網站 後來人家在抖出來說 哎實際上就是一個媒介性交易 後來你知道當事人趕快把這個網頁關掉 對不對 而且他出來澄清 他說為什麼會把這些動作告訴你 就是告訴你說 哎我要保護女生 這什麼妙論啊 女生只能讓你摸到哪裡 你又要先把界線定出來 以免說到時候那個男的超越了這個極限 我就覺得鬼扯淡嘛 你都已經摸到哪裡了 你覺得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把妹網站嗎 只是正常交友嘛 真的是鬼扯淡 所以人家就講說 現在的學生怎麼了 政大法律系 這種高級學府 你竟然有做這種事情 當機頭人家講說很簡單嘛 現在你震驚賺錢賺不了錢 我冠軍當機頭賺的比較快 所以你看這個價值觀有欺 現在這個靠著自己本事賺錢的 還是很多而且很厲害 對啊 所以這個是自己觀念扭曲 對不對 你竟然還怪到人家騎他頭上 我是覺得很